现在是早上5点45 我们现在准备去搭今天的第一班地铁去采访特首选举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香港 我是郝一博 我们现在终于进来这个投票的地方 就在这里将有不到全港7%合格选民选出的 一千多名选举委员 替香港735万民众选出新任特首 也因此这场选举被称为小圈子选举 老实说第一次亲身体验香港选举 它是不是小圈子 我的感受还不是非常强烈 但我肯定它是一个绕圈子选举 为了抵达相关地点 我和其他数以百计的中外媒体 在会议中心内不断绕来绕去 对不起对不起 你帮我解决后面的问题 那香港的特首选举有一个特点 就是投票前还可以拉票 今天的三位候选人都在我后面 跟今天的一千一百九十四个选委握手拉票 而虽然投票区禁止媒体拍摄 但票站外这段不到50公尺的走廊 看起来却跟奥斯卡红檀一样热闹 前来投票的选委们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知名人士 像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和他的儿子李泽楷 对 开心鬼没去投胎 跑来投票了 我是鬼 我是一只开心鬼 在经过两小时的投票后 开票地点则已往会议中心的另外一个地方 对 我们又开始绕了 真的是这个方向吗 我已经忘了 迷路了 太好了 找不到 跟投票红檀区相反的是 开票区虽然更大 参与人数更多 但开票过程 特别是一开始 相比起来气氛相对严肃安静许多 然后接着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我们身边的香港记者 不少人直接拿笔记 开始随着开票人员计票 这真的是香港特首选举独创 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使用的技巧 因为才一千多人要统计 而随着2号相领证的票数越来越多 场内离席抗议和欢呼声相互交错 然后接着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点刨差不多结束后 台上突然出现一块屏幕 还有一群人坐在台上准备看十年 开玩笑了 他们是要把问题票投在屏幕上 然后开始进行裁定 老实说有人打X或写字 我都不是很意外 虽然我看大家笑得挺乐 一扫严肃气氛 但接着竟然有人写出 我们必须打马赛克的字 不少人吓了一跳 而在最终 林郑月娥确定以777票当选后 场中突然出现民主派人士 拿着真普选看板和黄色雨伞 绕场表达抗议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开票现场 开票的过程已经结束了 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 前天参加曾俊华的活动 真的有一点点感觉 香港人可以真的自己选择 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个特首 可是今天回到现实 有在民调中 始终落后的候选人胜出 大家可能觉得 我前面提到一些选举的细节 好像有一点好玩或爆笑 但事实上 这场盛大的 好像一场兽一样的选举 其实真正反映的是 不只是一个 比较不受欢迎的特首上任 更重要的是 凸显出共产党打造的小圈子选举 这项制度的荒谬和香港人的无奈 某酒精捞出来 某它在排队的民主党打造 可以有没有更好立刻 红 etwas赢全国那么高的 准备输 Colour 都要cemos